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4月20日,NBA今日展开一场巅峰对话,库里带领的荆州勇士对上了费城76人。 最终在半场结束之后,勇士老大库里延续了自己近期非常出色的手感,拿下20分。 这场比赛库里其实还是有伤的,因为上一场之后,他就出现了伤病问题,他的脚踝曾经一度扭伤。 连科尔教练都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库里能打,但是他还是打了。 不过显然一上来库里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和影响。 开局之后,他的状态并不好,尤其是开局库里被自己的弟弟小库里面对面完成抢断。 甚至还被对手打出了一波12比0的开场。 此时勇士就有一种要崩溃的趋势了,但是还好,关键时刻,他们稳住了,随着本节后半段库里的发挥。 命中三个三分的他,第一节仍然砍下了11分。 三分线外五投三中的效率,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应该说库里,还是延续了近期出色的状态。 要知道此前库里,曾经拿到了周最佳球员。 上一周,他带领勇士队打出了三胜一副成绩的同时。 自己场均43.8分,一周时间投中了36个三分。 平均每场投进9个。 而现在库里,第一节前半段低迷,后半段却逐渐回暖,进入轮转阶段。 原本来说占优势的,应当是勇士,而不是费城76人。 毕竟这场球东部老大,缺少了哈里斯,和西蒙斯两大巨头。 但是看起来,本场比赛,费城的替补,还是非常争气的。 在勇士一度把比分优势扩大到39,比33的情况下。 他们连续打成,小库里和科尔克·马兹两个三分,直接把比分追平。 此时库里5分20秒,被替补上场,刚刚上来,不需要适应。 先是过掉格林,一步上篮命中。 追梦格林又主攻,达米恩里,完成了一次上篮。 勇士继续反超两分,恩比德单挑,鲁尼打成。 库里又是一个追身三分。 这位勇士队的,超级巨星上来后,就连得了5分。 此时他还是在延续着,自己的表现。 双方分差,仍然很接近。 库里又一步,过掉恩比德继续近。 第二节单节,设下7分之后,帮助勇士队,49比46,重新取得了领先。 詹尼格林,反击三分追平比赛,维京斯中投再进。 就这样第二节,还剩下两分钟,勇士领先两分。 对手又暂停了。 最后一分钟,最后时刻伴随着,库里的一次一条龙,超高难度上篮打成。 荆州勇士,再次反超三分。 但是恩比德底角三分,也是给出回应。 半场之后,双方55平。 看来本场比赛库里,完成自己连续11场,得分30加的壮举。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。 而他也将会超越,连续10场30加的詹黄。 而且课场能够带队,和东部第一打成55平,也是确实发挥不错。 上半场库里是14投8中,3分8中4狂标,20分两个助攻。 而对面的恩比德,12投6中,拿到17分6个,篮板三个助攻。 库里的弟弟小库里,拿下了15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